在1948年5月 他的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了 奥基米回到俄亥俄州和他一起生活 婚姻 他的母亲四度结婚 有三次婚姻对方是不同的男人 没有持续很久 孩子在12岁和13岁的年龄阶段里 自始至终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最后他回去和他的克莱拉姑姑同住 在1951年基米15岁的时候 他姑姑在信中说 这是他生命中一段十分关键性的时期 如你所知 我不是亲生父母的好代替者 但是 我会最好的尽我所能 他也注意到 尽管基米不是一个好学生 但在体育上 却十分杰出 并且对音乐和艺术 十分感兴趣 在1953年 基米17岁的时候 没有去数七班补上他不及格的功课 基米、汉米尔顿和一位朋友离家去了佛罗里达 在佛罗里达 他和朋友因为偷窃而遇到了麻烦 但是因为亲友的干预和两个男孩都未成年而没有被处罚 在1955年 基米入伍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招兵官说 这位年轻人获得了他所征募新兵的城市中最高的分数 基米十分喜欢海军陆战队 并开始到处旅行 这确认了凯西的陈述 他会属于世界 案例1208 1 在日本 他写信给他的姑姑 我希望你有朝一日来游览日本 他是这样一个令我吃惊的国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到和这些人民相处的就像在家里一样 学习外国语看起来对他是轻而易直的 基米近20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在这么多年间只很难得地看望过他一次 写给他一封信 我知道我们都希望你能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但是在当时我们把自己不重要的喜好和不喜好 看得比其他一切更重要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这样 但这对你来说太晚了 应该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却都在别的地方 你知道所有这些 但是我想你知道我也知道 并了解他 在1960年 基米的父母讨论了再次和解的可能性 但他从未发生 搬与另一位女士结婚 后来离婚 在海军陆战队服完役后 基米搬去了洛杉矶 开始在一个乐团里当低音歌手 后来他去了一个爵士乐队里演唱 并且据他姑姑所说 他喜欢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 在1959年的时候 他在佛罗里达的电台和电视台节目专区做商业销售 在这一年末 他回到了弗吉尼亚 并把空余的时间全用来参加一个爵士乐队 他在1960年结婚 妻子使他停止了对音乐的志向和兴趣 他安定下来 两年后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在此期间 他攻读了一些法律课程 但从来都没有完成过 在1963年 他当了一家服装店的经理助理 接下去的那一年 他拾起了他对艺术的长久渴望 希望去年夜小 但是他的计划从未能实现过 在1965年 吉米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离婚 在1966年 吉米·汉米尔顿再婚 并在一家服装店里工作 同一年 他的母亲玛丽说 如果20年前 他能明智一些 就会拯救他与班的婚姻 在1967年 吉米和他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一年以后 他们离婚了 接着他搬去华盛顿特区 并经营着一家时装用品小商店 据他的克莱拉布布所说 他一度寻求心理辅导 来试图掌握他自己 最后 他第三次结婚 随后离婚 请不吝点赞放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